QQIS的設計概念跟Arcview跟Map3D 現在這種設計都大同小異 那其實只是操作方式不一樣而已 那有些時候其實你可以自己去嘗試它的操作方式 那基本上開圖檔或做什麼套疊的部分來講的話 都是非常簡單的做法 那它有一些使用者介面的一些說明 比如說像我點進來QQIS的時候 你要加入向量塗層 就是這樣點這個功能就加入向量塗層了 那如果說你要嘗試它有沒有辦法拖曳進來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這個嘗試的動作 所以你碰到這種資料的時候 在QQIS裡面如果你要開這種圖檔的話 你很簡單的是你可以直接把資料拖進來 那你有什麼資料你就可以拖什麼資料進來 那它就可以幫助你去做這個資料很快的這種呈現 那當然你也可以從這個工具列上面這邊來加資料 從檔案或是說你去加一個folder裡面的所有資料都可以去找 那你可以來這邊去找瀏覽這些檔案資料格式 像比如說他會把我剛開過這些資料格式的位置 先把它記錄起來 那我去找一下我的資料應該是放在 放在滴槽裡面的 project 然後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比如說 鄉鎮的這資料的部分可以把它開啟 然後套捷上來 那它的做法基本上在跟所有QIS操作模式來講都是大同小異的 那甚至你可以點選它之後按下右鍵裡面去找一些它的屬性資料 或是看它的一些資料內容 那操作上面都很簡單 就是你去看的時候可以變更它的符號 然後欄位的性質有什麼東西都可以從這邊來看 所以基本上現在目前GIS的那個操作來講的話 大同小異 甚至像塗層的這種曲控上下曲控的部分 你也可以都可以來做調整 所以不管你是用ArcGIS或是用OracleMap3D或是用QGIS 重點是你把那個GIS這種塗層的概念跟屬性資料裡面的塗查 那就是自查圖這種概念先把它建立好完成之後呢 後面你去操作資料就很快 像同樣你可以很快透過這個點選屬性資料表的部分把它打開之後 那這邊也會讓你有去做查詢的動作 你可以去搜尋或是說透過下SQL的語法 在任何軟體裡面現在的做法都已經達到標準化的一個作業了